哈囉大家好,歡迎回到太神奇的傑克 我是鸚鵡小木Jack aka太神奇的傑克阿成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一種非常非常特別的一種動物 我們要來介紹的物種叫做鼠曼 在講到鼠曼以前,先跟大家講一下關於澎湖漁民的故事 澎湖漁民出海捕魚的時候捕捉到奇形怪狀的魚種其實是常有的事 但是有一名漁民啊,他日前出海的時候卻抓到一尾非常奇怪的怪魚 他以為是海怪 他的體型長得像鰻魚,但是樣子卻不是鰻魚喔 而且這尾怪魚呢,牠是身長高達3公尺以上 骨頭相當的大,而且很沉著很堅硬 釣上來的時候更是需要四個人一起幫忙,才能夠同時搬動 這位漁民啊,他出海大半輩子第一次見到這種魚 大家原本以為啊,這隻怪魚會拿來做研究 但是當記者早上門詢問的時候才發現 原來這個漁民,他當時正在開心的煮著怪魚湯把牠拿來吃啦 在影片的一開始呢,先跟大家用這個故事介紹一下這個所謂的怪魚喔 這種怪魚呢,牠非常的特別喔,也被叫做鼠曼 牠的全名呢,叫做台灣裸凶善喔 又稱為台灣裸凶純、錢曼、鼠曼、虎曼 牠在科學上的分類是屬於條旗魚缸、曼曼木、純科的其中一種 牠主要分布在西北太平洋的台灣海域 氣息在深度大約3-30公尺,比較淺海的地方 體長最長可以來到52.3公分 喔,在大海當中見到一定相當的壯觀喔 同時鼠曼這種魚類,牠其實是屬於一種底漆性的魚類喔 所謂的底漆性的魚類呢,就是指牠平常生活的時候都是在底部活動 生活在珊瑚礁、岩礁、屬於肉食性、以魚類、甲殼類等等食物為食 而這種鼠曼身體長而呈現圓筒狀的 牠的外表顏色主要呈現灰褐色或黑褐色 外表是沒有靈片的,因此被稱作為裸凶 所謂的裸凶扇是淡水和海水的魚類喔 往往在河流、湖泊還有沿海的水域當中生活 所以說如果大家喜歡接觸大自然的話,都有可能看過牠們的蹤跡 牠們有相當良好的適應能力,能夠在不同的環境當中生存和遷徙 這種鼠曼在飲食上是雜食性的喔 剛才有講到牠會吃一些小型的魚類還有一些無脊椎的動物 還有還有在水中的昆蟲也都會成為牠們的盤仲孫 要跟大家分享一個相當特別的事情 純科的魚類在交配的季節時,在排放精卵之前會有浪漫的求愛舞蹈行為 瘦精卵在孵化之後,小隻的魚類會快速的變態為全身透明的狹手幼生 那利用龐大的表面積和充滿膠質的身體 牠被動的藉由洋流運輸到各個適合牠們的環境、適合牠們的棲息地之後 所謂的狹手幼生漂浮的時間依種類和環境而異 短則數十天,長則數個月之久 對於這種游泳能力不強的純科魚類而言 牠們藉由長時間漂浮的載魚階段進行長距離的擴散 這是一種非常有效率而且常見的魚類擴散策略喔 所謂的純科是海洋當中相當重要的掠食性魚類 根據世界魚類資料庫的記載 全世界純科魚類大約有16屬201種 而台灣位於熱帶與亞熱帶的氣候交界地區 提供了適當的運輸途徑及豐富的食物來源 因此台灣海域擁有相當豐富的純類資源 研究顯示台灣已經記載的純科魚類有14屬67種之多 而且它還佔全世界純科魚類物種的三分之一左右 是世界上分布的一大熱點喔 一般人的既定印象當中多數人是認為呢 屬於海洋性魚類的純科 皆廣泛地分布在世界上的熱帶和溫帶的海域當中 殊不知也有極少數的種類可以上述至河流下游的純淡水環境氣息 其實在台灣就曾經紀錄過生存於純淡水水域當中的物種 豹紋裸胸唇 多數的純科魚類它的生性隱蔽 除了密食還有交配之外的時間 大多數的時間呢 他們喜歡躲藏在珊瑚礁等等洞穴當中 因此純科分布於膠原地形所發現的種類 相較於那種沙質大陸棚的地形還來了更多 在台灣本島以及各地的離島也都有純類的蹤跡 其中西部等等沙質地區也有少數幾種喜歡棄息在沙質地形的純科魚類 像是有些人在講的蘇條紋裸胸唇以及長唇等等 在日常生活當中接觸到純科的魚類其實並不難 在魚市場海產店或者是水族館當中就能夠輕易的發現他們 也因此他們相當具有經濟價值哦 他們也常常被捕獲作為實用以及展示的用途 像是有一些長相比較特殊的例如豹紋勾吻唇 他就曾經遭到大陸棚